我住在五街路 大家都知道 五街路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但是繁华的地方 也有一个不可想象的环境 现在就去看看我住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宿舍 我的宿舍呢 有20多个人 在我的宿舍前面呢 都是一些臭水 但是呢 很久没有人管理 没有人清洗 在我的宿舍旁边 有一个下水道 那里流着那水 也是没有人清理的 大家看看 这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但是在我们做饭前面 不足五十公分 就出现 也就是抽水 这对健康很不理想 我住的环境 气温 闷热 通风条件又差 又臭 又热 做饭的地方很脏 旁边就是臭水沟 下雨的时候 屋里 存有很多雨水 屋里睡觉 床上 有很多臭虫 蚊子 蟑螂 在下雨的时候 我的宿舍里面 都是水 在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餐厅 只有自己在自己的宿舍 或者是睡觉的地方去吃饭 在我每次走进洗手间的时候 我都不愿意去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每个人洗澡 或者是喝水 都是从厕所里面打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